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洋葱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一种蔬菜 并且各项研究表明 常吃洋葱具有很高的营养和保健作用 洋葱含有的辣味素,能够抗寒 可以抵御感冒,有较强的杀菌作用 常吃洋葱还可以促进消化,治疗消化不良 并且经常食用洋葱还可以降血压,降血脂 对于高血压,高血脂和心脑血管疾病 都有非常好的保健作用 并且洋葱还可以抗癌,防癌,延缓衰老 洋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安神,助眠,很多人都不知道 不过想要把这些好处全部挥发出来 今天这个视频您一定要耐心的看完 首先准备一个纸皮洋葱 先把洋葱外面这层老皮给它剥干净 然后再用刀把洋葱的头尾给它去掉 再把洋葱一分为四给它切开 切好的洋葱全部放到大碗里 然后再撒上一勺食盐 再加入没过洋葱的清水 给它浸泡五分钟 这样我们在切洋葱的时候就不会辣到眼睛了 很多朋友在切洋葱的时候都会辣得眼睛内流满面 下次如果您在切洋葱的时候 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 真的特别管用 我们下手把食盐搅至融化 好啦五分钟的时间就到啦 我们再把洋葱给它捞出来 然后再把浸泡好的洋葱把它切成小丁 平时我们常见的洋葱除了有紫皮洋葱 还有一种白皮洋葱 这两种洋葱除了外观上有所区别 它们的营养价值也有很大的不同 紫皮洋葱的营养价值高于白皮洋葱很多 这不仅仅是因为紫皮洋葱中含有独特的抗氧化能力 较强的花青素能保护人体 免受自由基的损伤 还有紫皮洋葱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和膳食纤维 还含有大量的钾和钙等矿物质 都对人体有非常大的好处 另外紫皮洋葱还能增强血管的弹性 促进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 可以提亮肤色增加我们的皮肤光滑度 而白皮洋葱中含有大量的葫芦菇素和维生素 可以缓解人体的疲劳 但是它却没有紫皮洋葱这么多的营养价值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好选择紫皮洋葱 洋葱切好之后直接把它放入砂锅中 然后加入大约两碗的清水 一个洋葱需要加入的水量大约在800毫升左右 然后盖上盖子 先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我们把盖子打开 这个时候洋葱已经煮出来一股淡淡的洋葱清香味了 我们再用勺子搅拌一下 然后继续煮上5分钟左右 把洋葱的颜色煮至变浅 像这样就差不多可以了 洋葱水不需要煮的太长时间 时间长了 它的营养成分就会流失 像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先把火关了 然后再用漏勺把里面的洋葱碎给它捞出来捞干净 这个时候的洋葱营养成分都已经完全的溶解到水中了 这些渣捞出来之后我们直接就可以丢掉了 捞干净之后我们直接把洋葱水倒入碗中 洋葱水要趁热饮用一次的量大约300毫升 洋葱水包含了洋葱所有的营养成分 研究表明洋葱煮水它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很多人都不知道洋葱煮水的神奇之处 那么长期喝洋葱水到底有些什么作用呢 第一洋葱煮水可以预防富贵病的发生 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 很可能患上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这样的人群也越来越多 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洋葱水 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预防这些富贵病的发生 因为洋葱中含有一种叫做黄尿丁酸的物质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细胞更好的利用糖分 从而避免血糖过高 洋葱中还有一种物质叫做前列腺素A 这种物质可以扩张我们的血管 减少体内的储存 也能使血压保持在一定稳定程度上 第二洋葱水还可以帮助消化促进食欲 洋葱中含有的辣味素可以有效的促进我们的消化吸收 打开胃口 打开食欲 帮助我们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第三 喝洋葱水可以抗癌 防癌 现在患癌的人越来越多 洋葱就有很好的抗癌 防癌的功效 主要是洋葱内含有的西元素和胡皮素 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抑制癌细胞的分裂和再生 而胡皮素也能抑制癌细胞的活性 阻止癌细胞的生长 所以经常喝洋葱水的人可以减少癌症的发生 包括现在患癌的病人也可以多喝洋葱水 可以防止复发 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对抗癌症 第四 提高睡眠质量 现在很多人在生活和工作上都会承受或大或小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很容易导致失眠的情况 每天晚上喝上一碗洋葱水可以很好地提高我们睡眠质量 并且加快入眠 因为洋葱中含有的镇静安神的成分 如果是平时睡眠质量差或者是入眠困难的人 也可以多喝一些洋葱水 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入眠 第五 洋葱水还可以消毒杀菌防感冒 洋葱中含有植物杀菌树 大蒜树 它有非常强的杀菌消毒的能力 所以能够帮助我们预防感冒 洋葱水虽好 但是有一些人并不适合喝 一 是对洋葱过敏的人 有些过敏的体质人群对洋葱过敏 就不适合喝洋葱水了 第二 肠胃本身就有问题 有胃肠疾病的人不适合喝洋葱水 这款洋葱水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洋葱清香味 特别的香 以上就是为大家分享洋葱煮水的好处 喜欢的朋友不妨把它收藏起来试试哟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就请给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吧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